但是我覺得依然不可以掩蓋大家作為香港人那種風采 大家想想你平日為何安排節目就知道了 你想想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說 喂 放了工 去吃飯 我想你的朋友會停下來看著你 還有呢 還有呢 是不是 吃飯是一個節目來的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一個節目不是節目來的 什麼才叫節目呢 起碼是晚飯 宵夜 直落 世界盃 喂 晚飯 宵夜 直落 都是簡舍來的 因為晚飯和宵夜之間 起碼有很多空檔要填滿 當然也有些人一晚飯完就說 不如是宵夜吧 有些人是一晚飯完就說不就是直落 但是無論如何 我才覺得我們香港人那些節目的多姿多才 如果被一些西人看到就會覺得 嘩 你們真是很久沒玩過 不累嗎 累了 所以這個星期天我就不外出玩了 終於有八隻景點在家裡休息一下 媽媽 你記得早就叫醒我 不是 我怕到時看不完 是不是 真的 我覺得 香港那麼多好東西怎能看得完